郭文貴,你是今天唯一有加油團的 對,沒有錯 我想我要首先感謝 我們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最優秀的立委們 溫玉霞委員、尤玉蘭委員 還有鄭麗文委員林一華、吳怡丁委員 還有一個我們份量非常重要的 我們李德維書記長 他們都來陪同我來抽籤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這也顯示國民黨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大家看到一個大家大團結的氣氛 剛才吳怡農在講說你早上提出的證件 他說還債於民這件事 大家都同意不要債留子孫 可是這個數字並沒有你早上提的那種美好 那我有看到他的新聞稿 那我覺得吳怡丁 不是吳怡農 吳怡農這個先生 他可能還是要去補一架課 稅收超真跟稅收短差 其實這都是兩種不同的預算的概念 那麼我特別講到稅收超真 所以要還稅於民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在過去 包括我們有一些委員 還有一些財稅專家都有提過 他可以去研讀一下再來回應 那會不會覺得說他都發新聞稿 回應你的證件 為什麼不乾脆辯論 他剛才對於辯論這件事情 是說你對於他提出的主張 都沒有具體說出哪邊反對 他不知道怎麼跟你辯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子無限循環下去 顯然他是不想或者是不敢跟我辯論 那如果按照吳怡農先生的標準的話 我想我未來提出10個20個 甚至100個證件 他都不會跟我辯論 剛才你們好像握手打招呼 有講一些什麼話的 有他進來的時候他有問一下 他說議員你的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我說有謝謝 大家互動還是蠻自然的 那你有沒有覺得剛才還蠻驚險的 就是差點對手沒有來抽籤 應該不是我驚險吧 我來抽籤完全沒有問題 王菲姐他只有一個人 沒有像您這樣子有加油團 那會不會覺得他還是一個人的江湖 我只能說我今天真的非常幸福 有這麼多的委員來陪我 一起來做抽籤 對 王菲姐另外想問郭台銘董事長 最近也像您一樣會出面罵政府 您對他是有意2024嗎 基本上我現在滿腦子 只有我自己的選舉 1月8號全力衝刺 那麼其他的部分 我就沒有想那麼多了 謝謝 好 我最近民調指出說 這個都內閣的支持度 包括小英的支持度 是創了新低 那這點意願怎麼看 我覺得在這次 包含11月26跟12月18的選舉 其實已經充分告訴蔡英文政府 人民的想法是什麼 那麼大家期待的是 我們執政黨能夠反省和改革 而不是現在看到的 繼續是爭權奪利在搶位子而已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